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插巴鞋的养生方法 巴鞋就是我们十个手指指缝间的八个穴位 扎起来 合成巴鞋穴 巴鞋穴是经外齐穴 具有轻易解毒 通落止痛 去风散穴的作用 比如说手指发麻 手指身躯不变的时候 就可以插巴鞋来缓解 还有插巴鞋对头痛 烟头痛 牙痛 目障痛等 也有一定的缓解 插巴鞋穴怎么插呢 首先我们来找到巴鞋穴的位置 当我们微握拳 在手背下 指尖与指尖之间 指婆圆 刺白肉寄出 终点处就是巴鞋穴 一二三四一边四个合起来就是巴鞋穴 找到穴位我们用左手手指伸之后张开 右手的指尖插住左手的指扑 反复用力插按五十下 用力下插的时候吸气 松开的时候呼气 呼吸力求平稳而绵长 手指插按的力道要始终 能以耐受维度 这边完成以后 换手 右手手指 伸直张开 左手 手指尖插住右手指扑 也是反复用力插按五十下 往下插的时候吸气 松开的时候呼气 就这样反复做 五十次 好 插巴鞋是个简单易学 非常利于养生的小方法 希望大家有事没事 多叉叉巴鞋 为我们的身体清热解毒 通筋活络 让你舒服每一天 好 本身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